兒子被打這名家長居然不是報警處理 反而是幫他縱火嗎 這離譜的狀況真的發生 就在新北區中和區一間機車行被人潑灑 毅然物體 那麼看到嫌犯被抓到的時候聲稱 是機車行老闆毆打他兒子 心懷怨念才會這麼做 還說自己並沒有要點燃的意思 但法院卻在他身上了 找到了打火機 認為有欲被放火的叙述 依照恐嚇罪判刑四個月 一名男子沒有開車 隻身走進加油站車道 他手上拿著一公升容量的牛奶空瓶 递給店員要求裝滿 服務人員疑惑地接過瓶子 但客人付了錢 他只能照做 幾分鐘後 男子出現在附近的一家機車行 機車行變成這副慘狀 坐墊上都是毅然一體潑洒痕跡 沿著車體流到地上一大片 整間店瞬間瀰漫刺鼻臭味 機車行老闆低調不願做回應 雖然說不認識 但王姓嫌犯聲稱他的大兒子日前 遭到這間機車行老闆毆打成傷懷恨在心 才會想要替小孩報仇 這麼做也造成店內地板機車受損 事後王姓嫌犯聲稱只有潑汽油 雖然身上攜帶打火機 但並沒有要點火的意思 也沒有說出任何恐嚇言論 但法院認定有預備放火的事實 最終被依恐嚇危害安全罪 處四個月有期徒刑 即便犯嫌沒有說要實際上做這個點燃的動作 但是他的行為已經使人心生恐懼 爸爸為了替小孩報仇卻犯罪進牢 不只做了最壞示範 這恐怕也不是兒子想要看到的結果 繼續訊息會新北創報道